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杜鹃花 现在马上就要到杜鹃的花期了 那么我们一定要给它补充足够的营养 让它能够了顺利的开花 那么怎么补充营养呢 我们可以用到这个黄豆渣 豆渣里面呢 还有非常丰富的植物油和蛋白质 可以为这个杜鹃呢 补充非常丰富的营养 而且还可以促进它根系的生长 使用方法呢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将这个黄豆啊 放在清水里面把它浸泡一个晚上 然后把它拿出来把它煮熟 煮熟之后呢放在一个保鲜袋 或者塑料袋里面把它碾成碎渣 然后呢在这个杜鹃的盆土旁边呢 挖几个小洞 每个小洞里面呢放上一点豆渣 然后埋上土 之后呢我们再正常浇水 它就会慢慢的释放养分 供杜鹃吸收 那么杜鹃呢就会长势非常的旺盛 等到它花期的时候呢 我们再给它补充这个磷甲肥 可以用上这个磷霜二青甲 将它与清水按照一比一千的比例 对水稀释之后 然后喷洒这个杜鹃的叶片 或者是直接灌根也可以 大概七到十五天呢使用一次 很快杜鹃呢就能够冒出非常多的花苞 然后开车非常茂盛 开成一个大花球了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